2020花蓮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荣获知名网站运动笔记票选 2020年度大赏热门赛事第一名 打败了冬季马拉松 还有国内多项重要的马拉松赛事 消息传来让事工所团队士气大震 市长沃加检表示 未来会持续努力 让太平洋纵谷马拉松成为花蓮的最佳指标 花蓮太平洋纵谷马拉松开办才5年 但已经成为国内外备受注目的马拉松赛事之一 2020年更创下了参赛人数新高 响亮打出花蓮太平洋纵谷马拉松的知名度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 国际知名网站运动笔记票选 2020年度大赏热门赛事 花蓮太平洋纵谷马拉松荣获第一名 消息传来花蓮事工所团队士气大震 今天要跟大家公告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运动笔记 全国非常知名的运动网站上面 那票选公告我们的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2020年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成为年度热门大赏的第一名 那也是打败了非常多的赛事 那也是花蓮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赛事 得到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殊荣 那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服务品质 也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跑者能够持续来 参加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那这次我们获得大家的肯定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非常多的辛苦的同仁 那从第一届开始办到现在 已经有五年的时间 连续办五年的时间 让这五年的成果能够累积出来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成花蓮最重要的品牌 也能够让花蓮市创造一个百年的一个运动赛事 像波士顿马拉松一样 那我们持续的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登上知名运动网站的排名第一 是花蓮的第一次 让施工所团队非常兴奋 大家也相互鼓励 要继续做好各项运动赛事的筹备工作 让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可以成为花蓮的最佳指标 谢谢跑者支持 欢迎大家再次来参加 2021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欢迎您 2021等你哦 这里会欢示报道